小赛罗,今天爸爸带你来操场上,待会就给你展示一下老爸最新组装的贝利亚火焰摩托车 老爸老爸,快点啊,我都等不及了,简直太帅了吧 小赛罗,开始了,老爸骑两圈,给你看看酷不酷,你在这里等我哦 只见赛罗奥特曼开始骑着帅气的贝利亚摩托车在操场上表演起来,就在这时,贝利亚躲在附近观察了好长时间 气死我了,这个赛罗奥特曼又组装了一款摩托车,还是我贝利亚摩托车,这要传出去了,我还怎么在小弟面前当老大 我不要面子啊,不行,赶紧回去想想办法,我以后还怎么出门,大家都会嘲笑我贝利亚的 于是,贝利亚气呼呼的回去了,他坐在椅子上越想越生气 贝利亚老大,从你回来就看到你闷闷不乐的了,怎么回事啊,不会是被赛罗揍了吧 气死我了,这个赛铺子又把我的样子做成了摩托车 老大,骄骄气,我倒有一个办法,我先去把小赛罗抓过来 等赛罗发现小赛罗不见了,就会丢下摩托车找小赛罗 然后你再把摩托车骑走,不就好了吗 太棒了,我举苏老手赞成你的计划,赶紧去,就这么定了 于是,小怪兽趁着赛罗不注意,偷偷的把小赛罗抓走了 太好了,这么容易就抓走了小赛罗 回去后贝利亚老大肯定奖励我一个超大的汉堡包 贝利亚老大,我把小赛罗抓回来了,你赶紧去偷赛罗的摩托车吧 好好好,太棒了,回头老大奖励给你一个汉堡包吃 谢谢